今天一大早我就过来挖一个三米山 以前挖了很多龟树都是在房子旁边 有很多朋友就不理解为什么把龟树修得离房子那么近 到了晚上难道不害怕吗 今天这个三米山就不一样 它是在一块地里面 想要挖机到达目的地 东家就在前面给我指了一条路线 挖机在前人在后终于来到了这块地里面 其实带路这一位还不是东家 是东家的邻居 他就叫我把旁边树推倒过后 等一下挖土的时候不要给它埋了 住在农村冬天的时候 最喜欢收集一点树木在家里面 柴块拿来烧火炖猪脚 都是非常的实用 东家打电话说他还在城里面叫我先挖 他邻居也是简单交代我 说地方就是这么个地方 还说这里是一个爷爷包包 叫我随便怎么挖 然后他就走了 搞得就像玩一样 我也不知道怎么下手 就在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羡慕 有的挖机师傅挖3米3 又是给他拿烟又是拿红包 挖完过后还要请他吃顿饭 反过来看我今天 一大早就把挖机拉了过来 没见红包没见烟 一问东家在哪里 东家还在城那边 今天挖的这个龟树 跟上个视频不一样 上个视频挖机就在旁边 刚好就给他挖了 这一次是专门把挖机拉过来 还跑了那么远的路 所以今天跟东家谈好的价钱是1330 叫我过来的东家是一位年轻人 谈价钱也是非常的爽快 就当我以为才花了一个小时 就把这个龟树挖好了 心里面还在暗自高兴 这时候东家从城里面回来了 我去我们这 刚刚挖好的场地 东家看了看 感觉有些地方还是不合适 需要调整才能方便 东家后续的进展 比如说这里以后坟墓修好过后 就需要新土回田 找了一块地方 毫不犹豫把草清理过后 就挖土给它堆在上面 堆放土的位置 最好是选择在最高处 因为这样的话 人工在上面往下回田土 最为方便省力 看事情做事情 上面的土堆好过后 就把里面的背砍给它削一削 尽量的把里面的坡 给它削到工程 看起来非常舒服 真奇怪 每个地方的3比3 龟树都有不同的讲究 和不一样 我就感觉我们这边 是最简单的 不管你怎么挖 就只需要平出来 一块场地就行了 但是它后续修房子的工具 就不简单了 基本上都是砖包坟 少着需要大几千 多着需要大几万 很快就把整个场地 给它挖好了 我就跟东家说 给它压一压 结果东家叫我不要压 压了它挖不动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